你现在在养殖还是种植 我现在先到那个极箭 好极箭 好我现在跟路有种菜 因为我也打算年后再弄 因为连几年前也肯定 弄不好 等于现在要预留地儿出来 对 所以都得问好 这样 啥这就把你问住了 那是啥时候决定 如果要养的话就得提前联系好 我养的数量很少 我打算 意义在哪 然后你再给它起个名字 就更不舍得卖了 起了名字就不能杀 不能仔 不能卖 不能吃 对 还是摆脱不了被杀的 对因为我们养 回来养就是要宰了吃或者卖 我得好好考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我养了的话 肯定那投入了感情 我又 对就看你 你是想 就是想养个小宠物猪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养 就是养那种肉猪 到时候就要宰了卖的话 你就好好养吧 如果你想养宠物猪 他就买一只 就当宠物嘛 我理解你可能就是想养个小宠物猪 对 那一个能跟你产生感情的 对因为如果我真的 就算我养好几个猪 是把他们当做生畜那样 那我也万一说 那万一真的把他们是养好 万一 虽然我目的是奔着把它卖了 但是 但是最后还是看着 这有点难受 我今晚好好想一想 对 你得想好 你取名字啊 不要乱取名字啊 你 他名字都想好 他给我只能一号二号三号 你知道吗 老大老二老三 就一号 这也不行 一号二号三号 这块机是我的 哪块 这块 为什么 你要干什么 这放狗 这放我的猪 你给他拒绝 快点快 就是 就一直留给我 到时候说吧 到时候说 没有 你要想 你不可能给你 弄个水泥地 给你围下来吧 对吧 不是 我的意思说 这这片 就是你这样 就是如果设计的话 这片你控鱼给我 好 我给你控鱼 对吧 就是我当时说 你整个什么木杂兰的 你想吧 然后我再挂个牌 什么的 我们少年动物园 然后呢 然后呢 来一条梁 这是我的小猪 这是我小狗 我每天就跟他们说 哎呀 起床了 他是我们大家的 你跟我一起看个东西呗 啥东西啊 就是 我不是想种树吗 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看起来就是有一点 缺点绿色 我这个院里 我就想种个树 在这里 是哪种树会好一点呢 这后面呗 但你种了 后面都已经有树了呀 但种后面没意思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种什么有 那种树的 你如果有意义呢 不要多种 就种一棵 一棵 就一棵 一棵 一棵 就种一棵 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就那么一棵 因为如果你种好多树的话 大家不会记得 这棵树是你种的 但是你只种一棵的话 大家都会记得 哎这个东西是卓越种的 种哪呢 我觉得你就在这种吧 种这儿 洗手台前 你就说给每天洗碗的人遮阴 这里 对啊 这棵大树 越突兀越好 这棵树 这才有辨识度 有辨识度的东西都是突兀的 你知道你要种什么树吗 种一棵大家都认为不行 你也要坚持种下去的树 而不是种一棵 我觉得可以的树 就种一个苹果树吧 苹果树 苹果树多好啊 牛先生就是靠苹果树活起来的 我说 牛先生是谁 牛顿呢 你就直接牛顿呢 陈长 我早上把猪养在室内可以吗 猪是要养在室内的呀 哦 就是养在室内的 我打算养三头猪在房间里 三头猪 我养在房间里呢 他拉呢 你叫他定点拉死呗 叫他定点拉死 对啊 就像狗那样叫的 哇 空前绝后 那必须啊 很多才能什么手手装死 他都必须要学会 能不能 一听就是猪也能干出来的事情 这么多牛 对不对 喂 我们说啊 大家在自己的宿舍 写一张纸 埋下一个心愿在这里 什么心愿 对 埋在底下 对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写一张纸 或写一封信 然后呢 我都埋在这儿 然后就盖着它 或许若干年后我们 把它拆出来 把它拆出来 有个想法 看你十年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可以铺在我厕所里吗 你厕所还需要铺吗 你在搞笑吗 这是假如说 可以啊 这些边角料后期都有用的 要铺过门十 李浩 什么事 我先看看什么事啊 怎么说 这个 这个我们退掉 对 你跟大哥说一下 你说我们 你打电话跟他说一下了 因为我们仓库有 仓库有 对 我们仓库有两个 我都不知道 石油酒吧你说退呢 要不就让你上门退 我觉得 要不你还有什么东西要买 所以他那买了 让他这样退吧 你俩不是朋友吗 他还为了你 谁都是我朋友呀 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呀 你们 第一次合作了 我上次选了别人没选他 哎 刘总 你好 对今天 就买买你东西的那个小伙子 我知道的 对对对 您的店在哪里呢 我给你发位置 对发位置 哎我有其他东西要买 然后呢 发现有好几样东西都漏买了 想哪天去你店买 然后呢 我发现哎呀就是 呃我 我有个那个电锤啊 我买了 但是我今天又买多 看就是我那次 那没事 你到时候给我就好嘞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到时候我买别的东西的时候 把这个退给你呗 嗯没关系 然后那个 你不是那个磁砖卡子吗 对对对 磁砖卡子就是调频器 我给你拿到两种 刚才我有一包 只好黄契拿回来了 你那个到时候拿的时候 一个是多的 到时候给我 记者带给你 哦那哦好好好 嗯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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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好感谢感谢 很想他们也养 那那那还有养羊的 你要不要 养羊的书你看不看 我看看养羊 再学一学 姓柔你也来吗 我这不是 可以养那种 卤华鸡 哦它分蛋鸡和肉鸡 蛋鸡就是下蛋的 肉鸡就是长块 还有兼用鸡 兼用鸡是啥意思 兼用鸡就是两种 又可以下蛋又可以长肉 肉鸡就喂饲料 那个白羽鸡就是肉鸡 白羽鸡就是 就是生长周期短嘛 然后它长得快 肉鸡吃一般 我觉得蛋 蛋鸡可以 我就给你拿酥 养鸵鸟吧 养鸵鸟怎么可以 养殖技术大全 这是什么 养鸡养病 你的羊 三本羊 三本 都是羊 羊病防治 我感觉咱们把这书看完够巧 我们就看目录 我们看目录 看目录看自己有用的地方 高校养羊技术 养猪 养兔 养兔的给养兔的拿过去 我这也有个养养猪的书 淡水鱼 我这有这个 养鸡 养猪致富诀窍 稻田也能养鱼啊 有啊生态稻 不就是 生态稻 就是底下的水是鱼 然后上面的稻子 就卖很多钱的那个稻子 你好 哎 你好 那个快撒鸡 我送的这里 这个 四个 那你过来拿啊 哎好好好 您放村口那里是吧 好 好好好 我跟一博去拿割草鸡 好的 走吧 开工了 哎就这吧 是他不 对 好可怜的两个 好家伙 鞋挂是怎么挂呀 鞋挂背包是吧 是 是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哦这样 哦这样呢 嗯 哎 鞋挂是这样吗 我怎么感觉我这怪怪的 哎你为啥在左边啊 不是这样背包好像这么背的 应该在右边 哦这样 嗨 啊 暴躁了我已经 哦这样吗 你怎么还在左边 哎 不对 不对 不对啊 对像 他昨天给我描述 我给你听一下 特别逗 就跟我们挂了的吉他一样的 就跟他挂了送发 像挂吉他一样 哈哈哈 就是这样 哈哈 我一下就干得到 哦这样呢 嗯 哎 哎 吉他怎么挂 鸡 嗯 不对啊 回去慢慢研究 哈哈哈哈 走 哎 这样 啊 好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舒服一点 嗯 你说我们是两个一起往那边推呢 还是 一个从那边往这儿 一个从这边往那儿 先试试呗 一试就有感觉出来了吧 怎么样快一点 反正咱不能挨得太近 刀片把你打到了 哦你看它可以放这么低 然后 它还是平行的 嗯 所以就割的时候应该是这么低 低着割是吧 别人别打到土就行是吧 就也不要太低 我觉得就割到这种程度就行 哪种程度 就我们割那个解杆的那种程度 哦 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在地那试一下 我还是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让挖鸡过来 把它填平我们割草的意义在哪 那可能还是得割一下 因为它太长了 它现在是那些小树 都不是草 我先干活了 我给你紧 我也给你紧一紧 你那头有点 它是哪个头啊 哪种头 是这种的 看一下 我看你是说哪块松了 还行 这里给它紧一紧 我知道刀片弯了一个小角 小心手 手臂按着刀刃 你看它就确实打了歪猴 你那里也给你上一上 你这还铲到泥了呢 对 这么松了吗你这个 不可能 我都没感觉 你手小心刀刃 可以干活 看一下我能出完之后的样子 我做个水泥板凳 我做个水泥板凳 我这凳腿做多高 想想 凳面 凳子 做个高脚 但是两米 两米 卡上去 这么厚 上下铺 平 МУ正ант 咱还有好个尺子吗 有 这 拣尺 这 哦 太好了 不错了 弱 已是 不错了 不错了 有 好 腿酸 你咋了 我在测试 如果坐在这个桌子上 大概是什么样的高度 你坐着我给你量一下不行 我刚才这样自己量一下 这样 差不多 这五六十 记好笔 记好笔 那个箱子 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 我刚才这么多 可以 十五的灯边是不是要太厚了 我感觉五厘米的灯边就够了 十五灯边 你看人家水泥凳子该多重 沉着自己都搬不动 大哥的凳子 水泥凳子 我得用这个切割机了 浩哥 你用 让我来耍一下 太长了吧 咚咚大 在哪边 就扔着 你穿的衣服是 那个啥的吧 这个裤子可能会烧 然后 建议你穿个纯棉子 没事 衣服小心脚 好嘞 好嘞 好 平衡 嘞 如果是 这是打磨的对吗 衣服 对打磨机 你得安个沙轮吧 这不是沙轮吗 是 有用啊 打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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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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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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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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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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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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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